卧虎藏龙是由李安指导众多影星主演的一部武侠动作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 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清明剑带到京城 作为礼物送给贝勒爷收藏 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 这部影片朗朗地抓住了西方人的目光 仿佛为西方人量身定做了两对主角和两条线索 李慕白和于秀莲这对主角是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准备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 莎士比亚式的对白 崇高的人文境界都恰重要害 罗小虎和郁娇龙这种敢爱敢恨 敢打敢杀的西部牛仔的性格 主要是为普通的美国观众准备的 李慕白为师父报仇杀死闭眼狐狸的故事 暗合基督山伯爵的主线 而盗走清明剑的这条线索又像极了美国的通俗剧 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意义并不在于李安展示了多少中国元素 而在于如何用恰当的方式让众多美国人理解和接受这种展示 影片没有一般武侠片那种笑江湖的豪气 取而代之的是寻找江湖人文内涵的一种深沉思索和含蓄 影片直逼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深刻的一点 既对个体的人的压抑和约束 同时展示了这种东方社会规范的强力作用和存在必要 以及它与人性的矛盾碰撞和最终的悲剧谐和 以及它与人性的矛盾碰撞和最终的悲剧调和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